腿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 是脑梗还是脑溢血 脑血栓吧 脑血栓 后遗症是半边不行 有多久了 应该有两三年了吧 他之前就得过这个病 就是在我认识他之前 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状态很好 他是发行师 我们俩认识一段时间吧 就决定在一起了 之后他生病了 生病了 现在的状态 就是没有正当的职业 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没有生活来源 家里负担很大 我们现在有三个孩子 他不出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都没有办法承担 我看了你们的资料 您这是三婚对吧 对 三个孩子是 我老大是跟第一任丈夫 完了之后 后面两个孩子都是我们的 先生是二婚对吧 对 二婚 上两次是因为什么原因 方便说吗 头一个老公他没有一个上进心 说话就是总是吵架 有一点事就很容易吵起来 所以我感觉没办法过了 而且就是他的生活状态不太好 当时孩子还小 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 第二任呢 第二任就是想得太简单了 那时孩子大了 就觉得找了一个很年轻的 也不太好 就短暂地就分手了 所以你们俩在一起多久 从结婚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 认识也有很长时间了 那你们俩孩子多大了 大的两岁多 现在最小的九个月 觉得当时他状态特别好 他也能挣钱 而且温柔 体贴 也能照顾孩子 现在得了脑血栓之后 我带他去外边看病 该看的病我都给他看了 完了之后大夫也没说什么 就是老年病那种 是他年纪轻轻的 不应该得这种病 都是因为他作息时间不好 完了之后 我带他去各种医院都看完了 该开的药都给他开了 他倒好 他什么都不跟我说 他从什么网络平台上订药 订了个膏药 治他的脑血栓 快递员给我拿来那个膏药 之后告我 倒付600多 这药还没贴呢 人家网络平台的客服 又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 先生 你要再付两三千块钱 这个膏药需要配着药水 才能管用的 这不明摆着就骗子吗 你说这药害了你怎么办呢 你想过吗你都 那我不是为了得而好吗 你就是 太偏心了 优长 那你家孩子 老爸 上了爸那块 上楼上一带就一个最小时 那我知道你干啥呀 那么长时间 如果没有这孩子 我会跟我前夫见面吗 有一阵 他就嫌我孩子 因为 我给我孩子买了一个 一千八块钱的手机 他呀 说什么我孩子这么小不能用 我觉得我真的 我离婚 我孩子不在我身边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亏欠他的 而且我觉得我给孩子买个手机 这个有时在前夫闹着他 我怕他受什么委屈 能和妈妈说 能和妈妈沟通 我觉得没有错呀 他不光挑我孩子的原因 他还嫌我妈做饭不好吃 你妈做饭本来就不好吃吗 我妈做饭不好吃 我妈做饭不好吃 她还给你做了呢 对吧 她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给你做饭 你还闲这闲那的 你有手有脚的 你不会自己做饭吃吗 我这不得病了吗 怎么做呀 你得病了不要紧 给你做饭也不要紧 你现在这种状态 我觉得你就是 给你自己的懒找原因 你这么年轻 根本不至于现在这种状态 最可气的是什么 以前我觉得 你还温柔体协关心我 怀上老三之后 快临生的时候 我认身糖尿病 就是家里孩子也多 没有人照顾得了 跟他商量 我说到时候叫你妈过来吧 能照顾孩子 让我妈看着老二 等临生的时候再过来 家里也没有地方住嘛 因为我们跟父母住一起 玩完之后 他妈过来也不方便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经济条件 能给他妈租个房 他倒好 他就为了他不用照顾我 他提前就把他妈叫来了 是我婆婆对我们很好啊 但是他没有尽到 他应该尽的责任 完了 您要去快生产的时候嘛 医院呢 只要让一个人陪护 他不去 他让他妈跟我去 当时真的 我的心情 给你生孩子 你不在我身边 让我婆婆跟我去 我为什么让我妈去啊 我妈不照顾得好一点吗 我是希望你陪着我 真的 人家的都是老公 在里面医院里陪着 对吗 签字的时候 有风险协议 生孩子的时候 全都是老公签 而我呢 我婆婆带签 我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我给你生孩子 不是给我婆婆生孩子 我人生最脆弱的时候 你没陪着我 如果我在手术台上 有什么危险 你看不见我 你后悔吗 那我上班 实在请不下来假吗 能请人家假的话 我不去 你什么工作 你不就是个保安吗 如果像你以前 你是个发行师忙 我不会怪你的 知道吗 更可气的是 你不光忙 不陪我 我之后出了月子 在家照顾孩子 我每天还要哺乳 照顾到很晚 把孩子哄睡着了 我好不容易 有自己的时间 我玩我手机吧 他马上 他就回头问我 你干什么呢 你在跟谁说话 跟谁聊天 就一系列的怀疑 你到底怀疑我什么呀 咱俩陪你家老爸 送钱福那块 你上楼一带 就一个多小时 那为什么一个多小时 如果没有我儿子 我都不会跟他见面的 知道吗 我跟他沟通 我是希望 我儿子有一个 疼他的爸爸 爱他的妈妈 我觉得 真的你就是在 无理取闹 知道吗 这个老大到底跟谁呀 之前老大是跟着我的 后来 就是因为上学的原因 户口原因 他跟着他爸爸 放假的时候 还有那个 就是暑假 他会到我这边来 先生得病多久了 他得病 就是第二次脑梗的话 他已经有两年多了 第一次脑梗呢 第一次脑梗那时候 我还不认识他 他年轻嘛 好像好得很快 我认识的时候 根本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所以你认识的时候 你嫁的那个男人 是一个青春活力 能挣钱 对吧 嫁了就有好日子的男人 是吧 是 没想到现在反差了嘛 就是嫌他不行嘛 对 挣不了钱嘛 对 说白了不就这个嘛 我给你生了俩娃嘛 你挣不了钱嘛 现在我们娘仨 嗷嗷待哺嘛 你说怎么办嘛 是不是这意思 对 你们现在跟谁住 跟父母住在一起 跟谁的父母住 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 住多大的房子 我们九十多平米吧 所以你的两个娃 是爸妈帮你开 是吧 老三现在是小嘛 我还在喂奶 老二是主要是我妈给开的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 出去工作呢 就面对这么一个家庭 一家五口人 仗着嘴要吃饭 先生就是有病 我的话 我在网上可以挣一些 就只够吃喝的东西 那您打算怎么办 我希望他去承担一些东西 他现在不是在做保安吗 听你们聊天说 我家那一片保安 他都干过来了 没有干长久的时候 为什么 我不清楚 你觉得你要是一个保安公司的领导 你会用这么一个走路都慢半拍 说话都慢半拍的人做保安吗 你会吗 这不就他的后遗症吗 我觉得能好起来 那怎么才能好起来呢 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呢 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好起来 先生想好起来吗 想 想好起来 你憋屈吗 憋屈 很憋屈 是不是现在态度跟你生病前 对你是两个态度了 我心里真的挺疼他的 知道吗 我想让他健健康康的 能够说照顾我和家里和孩子 健健康康有可能 至于能不能照顾你和孩子这事 就要打一个问号 那如果照顾不了 我真的 照顾不了怎么办 你会离开他是吗 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有啥 就这个负担你背不了吗 如果他一直这种现状的话 真的得考虑 虽然说两个孩子吧 我觉得他是我第四个孩子 可能比前三个孩子还要难待的 其实问问先生吧 我相信你会特着急 对吧 是 那你现在整个的状态 是个什么状态吗 现在的状态就是眼睛看不清楚 而且说话 嘴说话不是特别清楚 对啊 那就是一个病人 把这个室友玩给堵了 可笑 晚上关上灯玩游戏 他怎么玩得这么好呢 他说他看不清 我觉得他就是给他拦找借口 是有病 不至于这种状态 是吗 是玩游戏吗 玩游戏为啥看得清啊 玩游戏也看不清楚 要不玩八年的王者能 还是钻石吗 荣耀都没上去 所以正好这个病让你也躺平了呗 是吧 对 就接着躺 俩孩子咋办 我们讨论一下你们分手的这个 基本情况吧 孩子跟谁 孩子跟谁 俩都跟你 你呢 近身出祸 是吧 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人也不行 我不同意 不同意啥 不同意离婚 你就是做离婚的准备 不懂你孩子给他 那你也没有养活孩子的能力啊 判也得判给他呀 你咋整 咋整 所以其实妻子的心里就一个问题嘛 你到底是真的生病了 还是真的在摆烂嘛 对啊 对吧 丈夫现在就是我就是真的病了嘛 我不是摆烂嘛 对 那我现在问的就是生活我们往最坏处想嘛 您现在就这个状态了 家里面这一家三口都不说你的岳父岳母了 就你老婆你两个孩子 加你一家四口的生活 你给规划规划怎么办 继续上班找工作呀 他之前也是这样说 继续上班找工作 真的就没有干过几天的时候 回家就是懒 主要是你得出去啊 你不能天天躺在家里边让人伺候着你吧 日子得过吧 我现在觉得先生是真病了 妻子也是真病了 俩病人对在了一起了 你们家老大男孩女孩 老二男孩女孩 我家三个男孩 所以我觉得我压力特别大 现在她的这种状态导致了我 是她的状态不好还是你的状态不好 都不太好 我现在就这么问一句话 如果这个人就是哽了之后 他贪了你用一种什么心态 咱们现在假设 那我可能倒是认了 我现在又不认你知道吗 为啥 我觉得她应该可以的 所以你是对她康复存在着希望 还是对她要帮助这个家存在着希望 你把她宅清楚了 说不好 我嫌弃她确实 你现在嫌弃她 我嫌弃她现在有种状态 并不是说她生病我嫌弃她 多少也有 生病也嫌弃也可以嫌弃 但是真的太累了 她过去不病的时候 家里她不是也不搭手吗 她最起码她出去能挣钱回来 所以她把她当成一个挣钱的耙子 现在这个基本功能失去了 当然嫌她烦了 肯定是希望她挣钱的 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 大概婚姻是你用来改命 或者叫改孕的一种方式 对吧 可能是吧 我肯定是希望有一个 能够照顾家庭 又能挣钱的老公 对吧 但是看上她也是因为这个 所以你找的老公 都是能挣钱能养家 我在家里带娃就可以的 这是你人生的一个目标 对吧 我希望是这样 所以这个人让你失望了吗 他病倒了 他不能干活了 他不能变成那个钱耙子了 是吧 所以你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呢 我想让他还像以前一样 让老师帮着 让他恢复到以前的 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状态 都恢复吧 都恢复 他把你们四个当中神医了 来四位神医 我看你们怎么看好一个脑梗的患者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脑梗是不幸 但精神不能梗 你也感觉到了妻子 病后对你的嫌弃吧 对 但是这种嫌弃 仅仅是因为你病了吗 赵川老师刚才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 我认为一针见血 胖贫 妻子遗憾 后悔的可能核心还是在这里 你以前是一个优秀的发型师 我也知道理发 这个行业 其实要求掌握 很多时尚的发型 软发 甚至发型都有要求 但是像你这样的情况 能不能 我们去开一个平价发屋 以前一天可以理三十个 我们现在理十五个 可以吗 我认为完全可以 我今天的眼光 眼神一直关注着你 一上来的那个站立的姿态 到现在 我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你的脚没有抖动过 你的眼睛 包括您的表情 我注意到了 老雪山的后遗症有 但是这是轻微的后遗症 我见过严重的后遗症 我也见过 真的 因为雪山残疾 但是人家 生残自艰 因为这个家 非常飘摇 妻子 我们可以指责他 但更多的 我认为也要包容他 他不容易啊 揉揉的肩膀 挑起了整个家 让他怎么挑 你们两个人 有了两个孩子 他和前夫的孩子 可以 托付给前夫 但是你们的两个孩子 包括你 你让他怎么办 他现在 我认为更多的把你带到爱情保育站 这是一种离婚倒逼 如果你再不敢 他宁愿顶上被道德谩骂的罪名 他也无法 坚守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妻子刚才有一句话 说得很轻 但是他说了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病 躺倒了 他也认了 我想 他在你身边 他更多的能感受到 在你现在 康复妻妮能够做多少的活 我问妻子 如果一天的工作量 和以前做发行师是减半 他去理发能做到吗 没有问题吧 在条件上帮一下忙 而且我们的收费不高 我们就为社区的老人孩子剃头吧 他们对发行没有多少要求嘛 关键是你 要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能够的力量 去温暖你的妻子 否则真的 他会走的 他宁愿被罢 你明白吗 明白 谢谢波红兄 叶老师 这事让我想起以前 我接过的一个当事人的电话 一个先生 他媳妇也是 半身不随 瘫痪的那个状态 他一直呢 被大家所表扬 因为 媳妇躺倒之后 他不离不弃 大概是三年之后 他就起诉离婚 大家全都骂他呀 但是后来他跟我谈 其实丈夫呢 是尽心竭力地 去伺候他瘫痪的妻子 但是妻子吧 咱也不能全怪人家 因为生病的人 他的这个心态是有变化的 而且他这个变化 我们体会不到 生病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焦躁 因为自己的这个病 他不能行动 他不能像过去那样 很自如 生活发生了一个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妻子一个拐杖 就放在床旁边 丈夫过来给他端饭 或者给他上厕所的时候 他抡起了这个拐杖 他就打他的丈夫 而且他把自己 所有的郁闷 烦恼 他全都清洁到丈夫身上 不是打就是骂 丈夫倒是有些 想好好地照顾他 但是妻子对他的这个状态 这个态度 让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我说其实今天吧 这个小妹妹站在这儿 其实你挺容易 被当成靶子的 因为太明显了 而且这是一个事实 人好的时候 你跟人过得好好的 突然一下子晴天霹雳 他倒下来 他不能去持家去赚钱了 就百般嫌弃 不批你批谁啊 但是说实话 刚才我听你讲 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是 很实际的问题 我想的是 丈夫没有工作能力 你现在这个小孩子 刚九个月 九个月其实挺离不开妈妈的 你一家好几口人物 在想吃什么 我在想这个 如果是放在 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这该有多焦虑 所以我就想回问一下先生 您不焦虑吗 你不着急吗 刚才老师已经给咱们 指出了非常明确的路 但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您啊 和妻子 在孩子稍微大一点之后 两个人同心同德地 拧成一股神 我们共同去奋斗去 得去吃苦 刚才那个老师也说了 说他进来 一直就在观察你 其实我在做一样的事情 你往这一站的时候 我一直在观察你 观察您状态怎么样 我跟你说实话 我爸爸 他也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 您状态比我爸爸好多了 我爸爸也是二次发病 二次住院 他第二次住院出来 我跟你讲 如果他有你这个状态 我要谢天谢地了 你可以打游戏 对吧 你可以出去当保安 没错吧 我觉得您完全有自理能力 我这样说偏颇吗 不过分 其实如果妻子孩子 在稍稍大一点之后 比如说他一周岁了 他如果出去工作 因为他毕竟 他身体比较健康 咱们在家里 把所有的家务 打理得好好的 把三个孩子都照顾明白了 我觉得这也是大功一见 没人硬逼着您出去工作 对吗 其实我觉得你媳妇现在上火的 不光是什么 不光是嗷嗷待哺的这几张小嘴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作为一个女人 最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 她看不到希望 因为这个人明明有自理能力 但是已经躺在炕上 开始摆烂了 每天我宁肯打游戏 我宁肯埋怨丈母娘做饭不好吃 我也不肯自己去吃个苦去 反正我生病了 你这哪能行呢 刚才老师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您这样继续 不吃苦的话 真的这个 我也很担心啊 我也不想看到 孩子们再次失去完整的家庭啊 您尚点心 行吗 好 谢谢 谢谢叶老师 珊娜老师 谢谢老师 我一点都不同情你妈女士 我的想法跟前 谢谢珊娜老师 尹娜老师 三段婚姻已经证明了男人不可靠吧 指望男人来改变自己个儿 结果发现他们只会给我们带来一堆的麻烦 连孩子都还得我们自个儿养 本来我也觉得啊 就是理直气壮的站在这儿说 因为她现在生病了 如果她这副样子 我打算不要她 是个很讨厌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来讲 你确实挺好的 因为我也见过有太多的女性 以各种理由 我不能工作 我再婚了 而把孩子抛给前夫 而对孩子不管不问的 但对于您来讲 始终还是会愿意 我要照顾好这两个孩子 对吧 你并没有说 我打算要把她和孩子们一并抛了 我就一走了之 否则你也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像现在所有操心的 其实也都是想让自己未来心安一点 你可以拜她为师啊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夫妻店就可以接着开了 这其实对于你们人生来讲 这是最简单的获利方法 而您很快就会发现了 男人靠得住吗 也靠得住 为什么 因为你挑的男人有眼光的是 他有技术 当他有技术 又有过去的好的生育的时候 一场疾病打垮的是他的交流能力 打垮的是他的自信心 但打不垮的是那些技术 那些技能 那些技巧 全部在我脑子里 脑梗没有使我失去这些 我可以全部都交给你 你学会了这些你还怕 好好的交流情感 好好的学技术 别光想着跑 跑这个事啊 真的是不行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自己没有一技之长 你跑到哪儿都是扶贫 你下一次还是要找一个男人 而你也会慢慢地发现 我已经孩子越展越多 姿色大不如前 体能大不如前 我再找的人还能更好吗 你只会摊上一个又一个年纪更大的人 或者说一个又一个的病人 是要靠自己还是要靠男人 是光发狠说离开他 还是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俩携手一起吧 您自己想 谢谢米娜老师 其实没有任何批判 在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好批判的 知道为什么跟你 较那么大的劲吗 我没法跟他较劲了 面对一个心脑血管的患者 性情已经变了 你记住他是个病人 他不是一个正常人 容易哭 喜怒无常 对吧 一个什么事来了 突然咔眼泪就下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难受了 对吧 对 心脑血管病人最典型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不能接受这个 老师们出的所有主意 全都是废话 你能接受和面对吗 人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你在想躺平 你躺不平 你不仅躺不平 还有个包袱 这个包袱背还是不背 它都在那里 它就是个包袱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你背 对吧 没有人有权利要求你背这个包袱 完全是你自愿的 想背你就背着 不想背你可以把它卸了 也许你把它卸了 对它的这个恢复还是个好事 不知道 那就是人生 至于先生 其实这个康复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路 需要你重新调整 你需要锻炼 你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事 加油吧 好 没啥事 想过就过 不想过就别过了 一脸挨愁的 这边还在难受 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半条命没了 说不定哪天嘎再一堵 路都走不了了 瘫在床上了 这老婆天天说 你都不出去挣钱 你看看你这个德行 两口子 然后哭着 你这家能好吗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清静 我希望身体快点好 早点照顾你跟儿子 爸爸妈妈 会很照顾你的 我其实没有嫌弃你生命 我就是负担太大了 真的 你现在这种状态 我真的就觉得 你跟你的懒找一些的借口 只要你努力一点 积极一点 你会好的 你这么年轻 如果你现在这种状态 我还是真的生活不了 现在就会好起来的 我真的太累了 你知道我 回去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经营APP 天津FT 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 保卫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 开通了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 会在线帮您答疑解婚 你们还有机会连外他们 来吧 我们来看看悬念吧 确实面对这样的家庭婚姻状况 我们都会说要抱谈取暖 但赵传老师说的对 关键是做妻子的 要给丈夫精神力量 去帮助他 慢慢慢慢地好起来 让他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支撑才可以 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大家说的话 他们夫妻两人也都听进去了 所以我也坚信双出 叶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双出吧 肯定双出 但这女的真的太懒了 男出女不出 来 咱们看结局 请开门 我让你跑起来 快点跑起来 我们一起努力打并化 好 像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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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五个 像五个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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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来 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即将步入婚姻 你的我行我素 对我感受的不管不顾 对我的要求充耳不闻 让我对这段关系失去了安全感 你与其他男性不能保持距离 对我三番两次的束缚要求 让我的心中十分难受 你家庭对我的强硬干涉 婚姻失去的仪式感 都让我望而却步 我们到底该如何前行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小刘32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 有请 小河30岁来自天津自由赚稿人 有请 欢迎老妹 这个自由职业到底有多自由 到底是干什么的 送个快递就这样 这给什么人写稿子 给杂志写 还给电子媒体写 互联网写 就是自媒体 不属于就是大杂志类型的 是我个人的账号 结合就是生活的随想 包括个人的就是情感态度 更多对也是写就是情感类的 博主 是是是这样 好那明白了 今天来干嘛呢 觉得吧 整体上就是没有安全感 那次去他家玩嘛 快到晚餐时间 我的手机呢 是在离我比较远的地方充电 然后正好我坐的那个位置呢 就是他的手机放在旁边 他正好是在客厅看电视 我就问了一句 你这个打开密码是多少啊 我该订餐了 然后当时就是他的反应呢 就是那种特诧异 带着一脸就是很不情愿的样子 然后说这是属于个人隐私 我觉得你要是让我自己来输入密码 这个我倒是理解 你突然就问我这个 当时我有点那个吃惊 我主要还是担心 这让密码以后 你买这买那个 我怕总上发要大的话 我怕这个有点承受不起 还有啥呀 还有之前你有意思 你跟你的男同事吃饭逛街 而且咱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 这个你就不应该再和其他的男人 然后接触吃饭逛街 当时我解释一下是这样 就是是因为我和他吧 就是都属于就是那个培训部门 然后呢他以前就是在这方面呢 就是也有过去上面的工作经验 但是我懂这方面不是很多 然后想呢就是来一个 就是浅层的交流 虽然我们是出去了 单独呢就是去吃饭 但是我在就是微信上呢 我已经把我们吃饭的地点定位 以及我们在一起的这个照片 我在微信上已经全部发给他了 明显的就是我就是在向他报呗 好 听懂了 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满意的 我们好几次过马路吧 经常他已经到了马路对面 但是我还在马路这边呢 还有我们去武大道的时候 到晚饭时间我们想去吃饭 然后呢他看了看就是周围的那个就餐厅 没有他喜欢的 没有他满意的 我就跟他商量 要不行咱们就是换到其他地方 然后他就是表示很沉默 然后说了一句呢 幸好让我的家人给我留了饭 然后武大道这块呢 离他家并不远 然后就说了我走了 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然后那时候是大概晚上七点多 最后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车站自己回的家 那都是日本料理 我不爱吃 我就爱吃家常便饭 然后我没有陪你坐车 没有看着你那上车 主要那是都已经七点半了 我要是再陪你找到车站 再看你上车的话 就误了我那个吃饭点了 我有一个习惯就准点吃饭 哎呀 你们俩这是在谈恋爱吗 我的妈呀 以前谈过恋爱吗 说实话没有 初恋啊 三十二岁初恋啊 哎呀 我看你这初恋也快跑了 你也行 一般的女生不就就此一次就算了吗 你怎么又回去还找她呢 还有啥呀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日常形象上嘛 挺邋遢的 爱穿一刻就是那种传统的老式布鞋 我觉得穿也就穿罢了 但是你说你进一些店大的商场 竟然她出来 有时候呢还还穿着拖鞋 这个拖鞋这不也是零食 这不是天气暴有雨吗 为了她说不零食了 所以就是偶尔很少出现穿拖鞋 包括就是外出旅行 矛盾点更大 她有一个习惯 喜欢呢和那个老年团 去跟着去旅行 然后她多次和我提出呢 要我和她呢 就是一起外出旅行 但是因为当时我工作也挺忙的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对那种 就是她说包的那种大巴车 我以前坐过是很严重晕车的 因为我不陪伴她去 她就在半个月的时间 跟着包车去了两个地方 就是她坚持己见嘛 丢下你一个人去旅行嘛 是不是 我就是沉迷于那个去外地旅游 就是特别的沉迷这个 你也想带女朋友去 是吧 她不去你也得自己去 是吧 是 听明白了爱好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那接着往下说 因为我们也见过父母了 第一次正式是相当于是在那个餐馆见面嘛 然后就是 双方父母都见面还是谁见谁父母 不是不是 是我见她的父母 然后呢 就是满第一印象吧 挺不好的 因为很多事让我就是挺措手不及 挺诧异 什么事 是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她父亲是用那个就是轮椅 推着她的母亲进来的 然后当时呢 我特别惊讶 因为我们在相处的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就是她没有和我提过 就是说她母亲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是后来才知道呢 是有那个糖尿病综合症 然后所以说这个外出呢 是必须需要人陪伴 然后并且要就是坐轮椅的 然后当时看见那个情景吧 然后我心里 这真的很不是滋味 主要是毕竟她以前只字未提啊 因为我太爱她了 怕失去她 我怕 因为我们要是刚接触的时候 我就是那么实在告诉她的话 我怕她觉得我妈这个是个拖累 也许她不会和我继续下去 主要就是太珍惜她了 不想失去她 我觉得如果说有了真正的感情的话 也许能够挽回一点吧 也许最后发现了这个事实 也许她不会介意 这是我所想的 然后吃饭过程中呢 她的父亲的态度 就是典型的就是干涉型家长 特别强硬 几乎都是她父亲一个人在说话 就是那种 就是非常命令式的口吻 她说你看那个 我们因为年纪不小了 然后呢 由于母亲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急着要小孩 抱孙子 要在一年之内 全部完成这些事情 并且连婚后的那种模式 都安排好了 说呢男主外 然后女主内 洗衣做饭呢 这一系列呢 主要是我承担 包括以后抚养孩子 然后赡养老人 这样照顾所有的情况 还直接问我 会不会做针线活 你们家有多大的房子 多大的企业 多大的买卖 我父母都是退休教师 都是退休教师啊 不是经商的 家里没有豪宅是吧 没有 也没有好多钱吧 没有 那你爸哪来的勇气 这么要求人这姑娘 我觉得奇怪了 那吃完饭以后还不走吗 还没有 还要接着谈 行 那就往下听吧 后来吧 七夕的时候 我们一块看了一下 求婚戒指 后来这件事呢 又是让她父亲知道了 她父亲呢 就是很不以为然 因为家里呢 有很多上面传下来的 金戒指 金项链 那种手势 然后就觉得呢 金钱呢 花在其他方面投资呢 比较好 没有必要花费 在这个手势上边 还竟然说呢 就说就是像这种 家里传下来的手势呢 身为就家里 这个儿媳妇呢 是等到必须 就是到了 就是当奶奶的那个年龄 才真正有资格待 然后让我真的是觉得 挺匪夷所思的 就是我实在是当时 不是你不会打算 还嫁给她吧 因为核心是 就是要去买求婚戒指吗 你是打算嫁给她了 是吧 你们家人知道这情况吗 你们家人什么意见啊 包括我母亲 有很多就是 就是反对的声音 就是听一听 不是多好 你今天来这干嘛 是让她给你买 那个求婚戒指 在这就求了婚 就嫁了 还是要干嘛 急死我了 就是需要她改正 然后听听老师们的见解 喜欢吗 非常喜欢 喜欢什么呀 喜欢她的 全部吧 几乎是全部吧 你能踏踏实实地工作 养媳妇养孩子吗 努力吧 刚才她说非常喜欢你 喜欢的情侣 那都是牵手过马路的 你们过马路 一个已经走到马路这一边 一个还在马路另一边 喜欢的情侣 上街去找饭店 找不到合适的 我们即便骑个单车 汗流浃背 因为我们也去找 喜欢的食物 但是她 可以不管不顾自己回家吃饭去了 你说这是喜欢吗 我现在认为 你们两个人是要考量 你们是爱情还是友情 在我眼里 你们两个人连友情都谈不上 我们说 怎么会改得了呢 她妈她爸爸她养成这个样子 她就跟个中乳食似的 她是靠一年一年滴水慢慢地长成的 她已经滴了32年了 你想改变她 你滴她个32年啊 64岁那一年 你可以过来打我们的脸 告诉我们说 明娜老师你看我把她改造了 差不多 那个男方家的意思也是 就是做奶奶的时候 可以带传下来的金剑 对嘛 人家父母还是说清楚的 没有欺骗 确实很善良地告诉姑娘 对呀 所以你就认了这个事好吗 康庄大道赶快踏上去好吗 这是一片花瓣扑旧的路 不就是接着吗 接着这玩意儿 小伙子再买一个好不 没多少钱好不 好 完活 心情60秒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自从认识你以后 然后自从咱们说的 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开始 让我特别深受感动 感觉到你特别的真诚 特别的实在 特别的善良 通过和你之前相处的 蝶蝶蝶蝶 你是一个让我 活到现在唯一一个 让我感动过的女人 对我特别的无微不至的 关照 体贴 对我特别的包容 然后特别的热情 舍得为我花钱 不管咱们吃饭也好 包括买东西干嘛 你从来不让我花钱 包括并且吃饭的时候 你始终都是为我 这个让我是特别的感动 我在这个世界上 也打的灯笼找不着 第二个有你那么好的人 自从认识你以后 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已经容不下 第二个女生的存在了 我在接下来的世界 百分之百 然后珍惜你 行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小心被骗 来吧 预测一下 他们两个人在不在一起 走不走进婚姻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但我们必须真实地发表 我们真实的感受 和真实的观点 好 我预测他们两个人会双出 我觉得也是会双出 好 双出 必须双出啊 我多看好他们啊 来吧 看人家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精彩结论 稍后继续 精彩结论马上开始 来吧 看人家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快去拥抱一下 抱抱 抱抱 刚才这个六十秒的时候 他描绘了一个完美的母亲形象 你给我钱 你照顾我 你对我好 你喂我吃饭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母亲的形象 你呢 接过了一杆枪 这个枪就是他妈妈的枪 你做好这个准备就好好的 幸福的生活 我们当然会住院 对吧 我们住院每一对真心愿意 在一起的朋友 他们能够开心幸福 我们只是说到你们婚后 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姑娘 加油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感谢观看